金色豪门 细语影评 钟 有些孩子自幼好像很腼腆 不合群 喜欢独处 经常说些不着四六 让大人好笑的话 甚至说怕黑 会指着空的地方说有人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地聊天 喜欢独自看书 画画 哼歌 不懈与同龄人玩耍 对老师课堂上讲的很多东西 也不感兴趣 自己神游天外 走神想自己的事 这类孩子多有很好的创造力 对绘画 积木 沙子 开放式游戏 这类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很感兴趣 对背诗词 课文 按照乐谱练习定式 跳固定姿势的古典舞等 很厌烦 这类孩子不是有心理病 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 与众不同 深感忧虑 动不动就带着孩子 四处求医问药 自幼暗示孩子有病 然后自己与孩子都信以为真 也就真的有病了 或打针吃药被治出了病来 什么抑郁 痴呆 自闭 多动 狂躁 就都来了 其实在临床上可以发现 真有情质问题的 都是带孩子来看病的父母 而孩子只是哈哈镜般的 放大显化出了 父母与家庭的固有问题 只是父母通常 自己的觉悟水平有限 看他人的问题很清楚 看自己就灯下黑了 与老灵魂或神圣灵魂 来演绎的孩子相配戏时 多数父母无法理解 也不能认同孩子 特意的成长道路 多以乖巧听话 极具纪律性的孩子为荣 以能满足父母心理需求的 孩子为荣 一味要求孩子要合群听话 让老师和家长省心 与同龄人攀比 给父母争面子 为此会打磨削减 抹杀孩子身上一些 超凡的特异性 让孩子学会闭嘴慎行 不可表露出特异性 强迫孩子符合社会化 流水线教育体制的 常规标准 影片中男主姐姐这一角色 看似很悲剧的人生 与相关的戏剧冲突 因为镜头剪切的关系 其实未能让观众 获得较全面的认知 好似男主很无情 跋扈 甚至神经质地 诱发某些唐突的剧情 陡然反转 姐姐独自照顾 臃肿瘫痪的母亲二十多年 她对家与爱的理解 对男女夫妻与性的理解 对如何爱与被爱的理解 都存在着认知扭曲 她对家人的付出 源自她的信仰理念 但这付出 掺杂了太多的无奈与委屈 有太多的迫不得已 和心有不甘 影片只用了短短的几个镜头 就展现出了 男主原生家庭中 潜藏着的矛盾 与固有家庭业力课题 在男主眼中 所有人都只是 自己攀爬登顶过程中的工具 她理性 客气 冷漠 自私 高傲 寡恩 她对婚姻与感情都看得很淡 她看待女性 不管是自己的妈妈 姐姐 妻子 女儿 或曾经的情妇 都只是有用或无用的母鸡家情 男主把姐姐深夜赶出家门 被姐姐诅咒 成为整部戏的标志性转折点 这一幕在影片中 被表现得很突兀 但其实一半是误解 一半确实是 长久忍耐的最终爆发 其实这姐姐 长期与其妻子成为了婆媳关系 姐姐是善良的 是深爱自己弟弟的 是想要照顾好弟媳与其后代的 但也是很想成为这家女主人的 想让弟弟的独立人格思想 走向被自己左右的 在现实中 很多离异家庭里的孤儿寡母 多年相依为命 或寡姐带着幼弟慢慢长大成人 多年的情感寄托与内心习惯 让女人一方面习惯于 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男人 指手画脚 一方面不自觉地心中排斥 抢走她的另一个女人 两个女人 两种不同的爱 在一个男人身上 相互争夺关注与在意 拥有的没得的各种小事 打压对方 有意或无意中 不断抢占家庭中可见的位置 包括心理位置 与空间位置 这些行为 很多出自不自知的下意识 明正安斗间 其实都围绕着自我价值 和被关注与被爱的内心渴望 这样的妈妈或寡姐 一般都不愿 甚至不能退出自己 对着男人人生的实际把控 不肯让出女主的位置 会设法让儿媳或弟媳 成为长不大的小女人 这样的争夺 看似男人很受益 两个女人用心照顾她 其实往往却很压抑 每天面对 看似无意有心的闲言碎语 明争暗斗 亲情道义 情感绑架 真的会很累 其实男主是深知 自己姐姐情商心性 作为习气的 他从一开始 就只想自己 有个相对清爽的家 但女主是个有爱的 同情世人辛苦的 她始终保持着 自己小女孩般的单纯心性 畏畏世俗熏染了去 她是无争的 也就不在意或小看了 大姑子会带来怎样的家庭矛盾 一念之差 失去了边界感的一家人 为日后的反目成仇 留下伏笔 当然这里做得最糟的 无疑是男主 在高阶灵性的家族体系里 一般都是迭代有序的 一个新生的婴儿 会送走一个固有的家庭成员 或是老家 或是伴侣 或是姐兄 为什么会这样 很难说 也没天理可言 只是一种常见现象的客观规律 或许是一种大道 对某一种超自然存在的数量克制 维持系统平衡性 维持一种普通人 与特异人的人口比例 人们都说 有的孩子是来讨债的 有的是来报恩的 孩子对父母的态度 其实很大程度上 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 是相互对应的 有被期待在祝福中长大的孩子 也有不被祝福的 多余出生降世 这里在出生前后 被厌弃过的孩子 生而带有扭曲的情绪 愤恨与苦难 犹如染缸 浸泡起成长的过程 被厌弃的孩子 从娘胎里 就被浸泡在咒骂中 成长在嘲笑里 残缺的家庭 每日争执与算计的环境 让孩子没有机会 习得如何去爱 女人不要拿孩子作为筹码 或只想着满足自己 动物欲繁衍补育养育的 肉身激素渴望 不要把孩子当成牵制 惩罚他人的工具 稳固婚姻家庭的工具 一个女人如果意外受孕 她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是否能让通过自己 来到这世界的生命 过上有爱且幸福的日子 灵魂在进入角色前 在中间层中 可透过矩阵的同时性 知道角色是否能活 能活多久 一生剧情走向 就好像话剧舞台上 一个女性角色 演大肚子孕妇 剧情需要她在八个月时 出车祸意外流产 那拿着剧本的导演 会安排演员去扮演那个 没有戏份的新生儿吗 自然不会 所以所谓意外流产 或人工流产 其实都是不会生成怨灵的 但有一种意外 那就是反复犹豫 抉择不定的孕妇 是会招惹麻烦的 最后不管是生还是不生 都会被这种犹豫反噬 生出来就是个冤家 最后决定留了 还是日后要应对的麻烦 就好像你通知某演员后场 但始终不能决定 是否让其上场 最后一刻说不让他上场 或经历了许多次 新进过山车后 最后让上场了 都令对方是一肚子气 凭什么你不让我上场 既然你不想要 凭什么要让我来此上场遭罪 诅咒是一种具有负面力量的心理暗示 其作用的机理与精怪鬼魅无关 而是一种意识能量的怨力 其实怨力本身是一种强大且持久的显化力 可分成祝福正向心愿与诅咒复向心愿 或被叫做白魔法与黑魔法 其有效性与良点有关 缺一不可 首先是发起怨力之人的诚意 与认真的态度 其次是被指定的针对人是否当真 同时怨力的驱动力是心流中的情绪 刻骨铭心的爱与恨 都是有力量的守护力和破坏力 正面暗示与负面暗示 都可以对其他人或自己 形成有效的心理与肉身影响 这些暗示 有时无需亲耳听到亲眼见到 就可以影响目标人的时运走向 为什么目标人物没有认同心理暗示 就会被左右呢 这是一种基于意识同贫的共鸣显化 说简单些就好比落井下石 与锦上添花 当一个人陷入惶恐的灰暗思潮时 往往会以小人之心揣测他人之意 这时就会在自我意识中打开一个窗口 让别人曾经释放给你的恶意 得以与你同贫 形成一种加持 相反 如果你以最大的善意去向他人的动机言行时 那些被自己忽略了的祝福与感激 也会形成力量 加持给你 这就是 我有一身浩然气 万法切磨不进身 抚养无愧心敞亮 半夜风铃 是佛音 此处可见女儿遗传了可以看见鬼魂的超能力 当鬼魂出现在我们周围时 哪怕一般人也可感觉到汗毛树立 周围空间内的温度在明显的下降 那感觉好像是感冒发热前的寒战 这种可感的温度变化不被室内温度计所显示 用手机人像照相功能 有些手机可以在无人的空白处 持续出现识别出人脸后的方块 左右摇摆手机 显示方块的位置始终一样 鬼魂的行动方式一般是行走 但它们可以顺移 对物理障碍无视 但习惯性地会走敞开的门窗 刚过式的鬼魂保持着生前肉身 对本位面物理限制的认知 死久了会慢慢地放下各种做人时的认知习气 学会飘移穿墙 显化或隐形等 有些可以通过集中情绪力 对物体或电磁装置发送干扰 最好的安魂方式就是平静的祝福 犹如在机场或码头送行时那般 说着真心的家常话 让走的人可安心 让其少些挂怀 少些内心的撕扯 离开肉身的鬼魂 有他心通的能力 你说出口的与心理想的 他都门清 所以别看什么重度昏迷 植物人脑死亡或已经死透了的 周围人的言行与起心动念 他都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自古就说 适者为大 莫凭说坏话 心里暗自骂活人没事 嘀咕逝者的不是 请小心 遇到心眼儿小的鬼 那你的计较就会莫名地招来他的计较 惹出是非了 剧中男主的姐姐 对女主的爱与感激是真挚的 因为女主始终透彻温暖地待她 可说是她在此生中唯一心存感激 渴望呵护的人 鬼魂具有瞬移的能力 其所思之人 所想之地 可顺兮万里 鬼魂的味觉与触觉消失 但嗅觉 听觉 视觉被强化 直觉也被空前强化 希望与失望 因你我开口说话 也因你我从此闭口不言 男主二十年富足的生活 并未能弥合他骨子里的自卑 当妻子提醒他 你也曾经是个穷小子 爱情与财富和身份无关 一个男人的品性 财学 任性 闯进 担当 才是当被看中的 他被触碰到了逆临 仿佛自己辛苦维系着的尊严 瞬间回到了贫瘠时的从前 那个需要讨好着 养人鼻息的青年 那个自己都看不起 自己的少年 他觉得自己虚长几岁 多活了几年 就事事动明 而看不起 看不上 女儿对自己人生的追求 在他说女儿没有信仰 没有原则时 自觉自有的标准 原则 信仰 准生 真的是让人很无语的 当他知道女儿身孕后 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人的观感 而不是自己女儿渴望怎么生活 与如何可以过得幸福 他始终认为 钱 权力 财富 是最重要的东西 把女儿 那准备婚夫 都看作是棋子 余可买卖 对于后天开启 或先天拥有灵觉的人 他们看待世俗舞台剧时 会有一种无奈的悲悯心 就好像苦口婆心的 劝某人脱离传销组织 或让赌红眼的赌徒收手 让被怕的女性醒悟而无果一般 某些执迷不悟 只因尚未痛彻心扉 某些幡然悔悟 必须要先经历精疲力竭 当代的婚姻 有效期很短 离婚的数量 每天和结婚的持平 随着一个个家庭的再重组 孩子如何看待 自己原生家庭的亲生父母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父母在离异过程中 或后续的时间里 因为自己的情绪与认知 给孩子灌输了 过多的负面思潮 让孩子对异性 对婚姻 对不在家的亲生父母 心生抵出畏惧 那不幸 就会成为家族业力 代代相传下去 孩子自幼 没有安全感 匮乏对感情稳定性的正确理解 长大后 要不畏惧不入感情 要不就在感情中 病态地挣扎在不安全感中 多疑与纠缠 稍微感情中 经历风雨坎坷 就轻易会选择逃避 争执 咒骂 分手 离异 自己不敢生孩子 常找大自己很多的异性 来代偿父爱母爱的自由缺失 如果单亲家庭或再婚家庭 给孩子的压力很大 孩子会渴望尽早逃离这一环境 结果就是早恋 谁能带我走 就跟谁走 能离家就好 夫妻双方在出现感情危机时 或离异后 都不可对着孩子输出自己对另一半的言辞攻击 也不可对着孩子说 或让孩子听见 孩子是累赘 要不是有了孩子早离了 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能跟你过到今天 求求你 为了孩子留下来吧 你怎么忍心离开我们 留下孩子 这些言辞 让孩子直接或间接地 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 父母本都可以有自己幸福的人生 只因自己的存在 让父母都过得很不开心 很多青少年自杀 都是因为在房间里 听见父母吵架时的一些无心之语 等父母冷静后 叫孩子吃饭时 孩子已经走了 另外有些孩子会突然生中病 并且多年无法治愈 因为孩子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挽救家庭的完整性 这倒不是孩子装病 而是住原意识的默然显化 未完待续 细雨 2023年2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